上军何能如此择棘啊 就算你姓徐良有错 你如果说出个道理来 我立马就听你的 军下 徐良还是对大哥动手了 老太后死前留下密令 让女儿悄悄交到徐良手上 算是他老太婆 最后唯一能为儿女们 为秦国铺的后路 二哥 秦后患是他 族行密杀 铺舍国法 二哥 大哥他 密诏里的内容 和徐良内心打算不谋而合 迎前秉信他再清楚不过 老太后西娶 一旦自己在撒手人寡 他必定会联合老氏族 拿卫阳开刀 猜想是一回事 亲眼看到又是另一回事 兄妹二人读过密诏 琪琪落下泪痕 屋内炉火烧得旺盛 徐良尽管心中有诸多不舍 但最终还是狠下心 秘密叫来了执法的老叔 把老太后留下的 除掉迎前的密令 递给了男人 处理完迎前一事 徐良趁着自己还能走动 赶在生命结束前 迅速设宴 打算把所有老氏族都请来 事事深浅 以除后患 迎前虽不理朝政多年 但眼先势力盘根错节 遍布整个朝野 这也是老太后到死 也要治他于死地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理朝政 就有如此多势力拥戴 若是一招复辟 秦国将再次崩盘 看到徐良要杀自己的秘宝 迎前铤而走险 竟然将命术 交给了诡异的狐一 十个月 若是不能复生 人 将化为血水 横竖都是死路 他倒不如搏上一搏 赌赢了就能复仇 输了就消散世间 没什么好犹豫的 这样想着 迎前野果断服下了假死药 听天由命吧 而另一边 迎前迟迟未到宴会 徐良左等右等 却只等来男人病危的消息 本宫前去探视 他将宴会托付给老太师 随后迅速赶往迎前府上 徐良时隔十余年 再次来到大哥府上 掀开被子 看到的就是男人一动不动 呼吸全无的憔悴模样 一行轻类自眼中躺落 徐良确认面前之人 就是那个曾经一同长大 马被杀敌的大哥 他心中悲怅交加 只重重向男人扣手 让大哥一路走好 将少公子少公主立即送进太子风 他们不能再谎说 迎前虽生死 徐良也确认无误 可他就是觉得怪 一时出世时间 怎定会如此巧 刚好在自己决心处置男人的前一刻 二时是出蹊跷 可他也曾确确实实地确认过男人身板 不会有掉包的可能 好 这就好 天有大情 结果已成定局 徐良所幸也不再去深究 眼下他唯一担心的 就是魏央的安危 宴会上的试探让徐良嗅到 老干龙居心叵测 有违抗之心 他交代警戒一定 要将此人暗中除掉 保护好魏央 得有个说法 尽管迎前一死 秦宫有意瞒着魏央 可他还是得知了秦宫 为自己杀人的事 军上已经有错 千万不能再错 魏央竭力反对 秦宫这样做 只会让心法前宫尽弃 魏央怒声呵斥 徐良知道自己有错 可是不这么做 他又该怎么保住魏央 年近半百的秦宫老泪纵横 万般不舍 小军啊 你难道忘了你我 军阳出事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多地下宫 未经许多地下宫 感谢观看